已经知道三角形ABC当中 AB边等于8 所以我们就画一个三角形 AB边还有C边 AB边是8 而角B是45度 角C是60度 是求线段BC的长度 那在这边给了我们两个角 其实给了我们第三个角 因为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合是180度 所以减掉45度 还有减掉60度 所以我们就会等于它是75度 所以角A是75度 我们现在要求的BC的长度 就是等于A边 所以我们要利用正弦定理 因为我们有整组的C的条件 所以sinC分之C 等于sinA分之A 那我们把数值带进来 sinC就是sin60度 360度的话是等于2分之根号3 而C的部分呢是等于8 好那sinA呢是sin 75度呢是多少 4分之根号6加根号2 好分之A 接着我们只需要做交叉相乘 好2根号3乘上A 会等于8乘上4分之根号6加根号2 所以我们4跟8先约分 所以是两倍的根号6加根号2 好那我们呢再把这个2分之3 好 除过来这边 所以A就会等于2倍的根号6加根号2 好那除以2分之根号3就是等于 除以根号3再乘以2 好那我们呢需要做分母有理化 所以我们再上下乘一个根号3 好接着呢我们就来把它完成 3根号3乘根号3 所以分母是3 而分子的地方呢 这个2跟这2根号3乘起来是4根号3 4根号3乘根号6呢 好4根号3乘根号6 根号6我们将它写成根号3根号2 所以这两个根号3乘起来是3 3 4 12 好12根号2 再来呢2乘以2根号3 这边是4根号3嘛 4根号3再乘以根号2 所以它是4根号6 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先把这个3分之12的地方呢 写开3分之12根号2 加上3分之4根号6 好3分之12呢我们就写成4根号2 那这边呢是3分之4根号6 这样我们的答案呢就算出来咯 こちら可以试下2根0号6 对983分之1 玉美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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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先那个还有您吧 谢谢和按订阅下5个说清楚